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笑人妻子铲 有人给子铲送来几条活鱼 看着鱼那种白尾挣扎的样子 子铲不忍心杀了他们吃掉 就叫来管水池的小官 让他把鱼放到水池里去 这位小官捧着鱼走出去 越看口越馋 实在不甘心把他们放掉 他看着四周无人 就悄悄地把鱼拿回住处煎着吃掉了 等吃完了鱼 这位小官美滋滋地前来向子铲报告 大人 我刚把鱼放到水里的时候 他们都显得很疲倦 动作迟钝缓慢 过了一会儿 他们都摇头摆尾 显得很轻松舒服 再过一会儿 他们都一甩尾巴钻到水里去了 子铲高兴地说 好啊 他们去了该去的地方了 再聪明的人也可能被人欺骗 要想不受欺骗 就要对事情做实际调查 而不能只听别人的汇报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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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